各位委员,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 维护一国两制,坚守三条底线 香港违规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施公认的成功 基本法全面贯彻实施 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 市民权利和自由有增无减 马照跑,舞照跳成为生动现实 正如习近平主席2017年视察香港时所说 香港,中施何必的风采,浪漫亦然 活力之兜的魅力更胜往事 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也是香港回归,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最佳的季度安排 我相信这也是绝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共同心声 习主席深刻提出 一国两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必然在探索中前进 近年来,香港社会精致发展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 逐渐显现 极少数人对其进行错误归因 万古历史和事实 蒙目歪曲,否定一国两制 一扫除港独分子也称之而动 造成恶劣影响 对此,习主席明确划出三条底线 长调,任何危害国家举权安全 讨战中央权利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 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 都是对底线的触碰 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过去一段时间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果断出手 全国人大直识对基本法第104条做出解释 香港法院裁定取消那些没有依法算式的议员就任及格 特殊政府按照香港社团条例 依法建制香港民主党的运作 这次举措 大快人心 有力展示 二次打击港独和本土基金分离力量的坚强决心 实际上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对港独分子都是深恶痛绝的 港独的恶劣行径 欲罚不容 欲理不通 欲情不合 是不得人心 也绝不可能成事的 欲罚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根据国家宪法第31条 规定设立的 香港基本法第一条也明确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很显然港独言行严重违反宪法和基本法 从根本上欲罚不容 欲理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直视近代 必英国各战 与内地同胞之情和静置社会文化年事也从未间断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 使说了中华民族百年起如 实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心愿 在回归20多年后的今天 一小撮激进分离势力 数点忘祖 道行逆施 妄想推动港独 简直是不可理喻 疫情 香港命运从来与祖国紧密商联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致使国家遭遇困难 也让东江水淋入香港 散烫快车日日抵港 回归后 中央政府已支持香港的奸长后盾 在1998年支持抵抗亚洲金融风暴 2003年共同抗击SARS 之后跟开放自由行 实施SIPA协议 为低迷的香港禁制注入长心机 现在 粤港澳台湾区 建设及一带一路 建设推进 为香港再次腾飞 开辟了 广阔空间 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面前 港独分子的分离闲境 完全欲情不合 各位委员 习主席的讲话 言流在耳 寄地有声 他说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主机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也是反对一切分离破坏势力的最长因 我们广大香港市民 也一定会以零容忍的态度 坚决反对港独 以坚长定力 坚决回护一国两制 紧紧抓住 融入 发展 国家大局的际遇 发展精致 改善民生 着力加长 宪法和基本法 宣传造域 大力支持青少年成长发展 其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坚决 我们坚决 在党中央坚长领导 和内地同胞大力支持下 香港特区政府和七八四十万香港市民 团结奋斗 一定能够合力推动香港形势 持续稳重上好 一定能够 跑出新时代香港发展 渣速度 虚写 狮子山下 湘江繁荣 新传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